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从刚刚出炉的二十大中央委员会的名单里面 去搜一搜 这个一些个重要的人事信息 那么呢 我方才做了一下纠正了 我前一个视频 那个里面我方才评论里面加了一条 这个 第一个 那个格局里面 应该是这个李强和李希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方才说的这两个版本里面 每一个版本里头都有李希 因为我呢 这个刚开始说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没看那个中纪委委员的名单 中纪委委员的名单 方才我看完之后发现 中纪委委员的名单里面有李希 那这就意味着 现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将出任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任中央纪委书记 接赵乐基 所以李希入场 现在是板上钉钉了 那么你看现在啊 习 王沪宁 王沪宁 赵乐基 李希 这就是定了 这已经板上钉钉了 还有三位 这三位 现在有四个人 在掘出这三个 其实早上定完了啊 人都定完了 我们再猜啊 我认为呢 四个人里面 丁薛祥和胡春华 没有问题 胡春华 我当初 这个我们做的二十大这个时间的时候 第一期我做的胡春华 我说胡春华 是应该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新常委 无论从哪个角度啊 你就是 你就再是习家军 习近平你就是再一尊时代到来 我相信习近平也不会啊 对于 中共的传统 对于几十年的一些惯例 对于 包括他前任的胡锦涛的 当年的高峰亮节 啊 彻底的蔑视 不会的 那我相信不会 我相信习近平还会留 一点 留留那么一个位置 一个人选 宣告的就是 我不是完全的离经叛道 这第一 第二 我也 不是搞家天下 搞清一色 而要是想迫着这个习近平搞家天下 搞清一色的这样的一个海内外的啊 这样的一个攻击 我觉得胡锦涛是最好的人选 因为胡锦涛确实不是习近平的人 起码在十八大之前他确实不是习近平的人 所以胡锦涛入场啊 这应该是最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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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 更何况 大家都看到了吧 这个国内的媒体 我不知道怎么 国内的这个媒体 有没有 我估计不能有那个桥段吧 这个海外的媒体都有 胡锦涛 刚才就是在大会上开会的时候 人家正宣读那个修改那个什么 那个二十大报告的 那个修改说明的时候 胡锦涛最后就中途退场了 大家看不看到那个 哎呦令人心酸 都是啊 这个开幕那天还还挺好 大致拆拆拆拆一下 还能自己独自的这个行走 然后整个的会议过程中 开幕式那天的也是两个多小时 哎看状态还不错 哎但你看方才啊 几个小时前 他好像是 这个人的精神 好像崩溃了呢 还是这个身体就 确实是一下子就不行了 在今天 所以你看把他扶起来 这么劝 工作人员那么劝 劝了半天 把他扶起来 他还要坐回去 但是他的动作不是迟缓 那简直好像就是不能自主 那最后又来一个工作人员 最后好说歹说 是把他给劝离了 坐一周 准备走 而他那个时候 他站起来那时候就是辗转反侧的说 这个栗战书这个人 我觉得栗战书这个人还是个厚道人 你看全场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包括第一排的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甚至没有人回头看这个胡锦涛的 但是你看 胡锦涛 这个位置 位置 那个坐那个位置的左侧 不是挨着这个 栗战书 结果 这个这个 胡锦涛最后被迫 就被工作人扶起来之后 这个栗战书竟然不由自主的 要站起来 搀扶着 屁股都已经离了座椅了 大家看到那个细节没有 就在栗战书的屁股都已经离开了座椅了 第一排就他高高处的 戳出一刀站起来之外 就栗战书高了一截 他站起来 快站起来 他左侧的王沪宁 那还是大手 高手 王沪宁 伸出胳膊 把栗战书给拉坐下来 拉住了栗战书 让他重新坐回到位置上 大家可以到到网上看一看这个细节 王沪宁老道啊 栗战书真厚道啊 哈哈啊 然后沪宁涛走 扶着他走 走过了习近平之后又停下来 去碰了碰习近平 那是什么千言万语 习近平 身子都没侧 就是头 微微侧过一点 也没正视胡锦涛 点了点头 接下来 走了一步之后的这个胡锦涛 又去拍了拍 他的弟子李克强的左肩膀 李克强头都没回 就是李克强都已经不是中央委员了 但是就在这样的场合下 依旧能够把这种政党政治的这种 这种冷酷 谁不知道李克强是胡锦涛一手给拉扯起来的 但众不惠惠之下 面对着这个这个这个镜头 你看 李克强竟然不动声色 习近平还侧了个脸 侧了侧了脸 李克强 闻丝没动 当然这不意味着李克强 跟胡锦涛关系不好 这就是 这个 我 这就是我一向认为的 这就叫政治的异化 你包括 胡锦涛一路被人搀扶着 快走下场 包括左侧的 从边上数 第三个是第四 第二个第三个是胡春华 胡春华呢 胡锦涛是他祖宗 是他师爷味的 你看到胡春华 政惊危坐 跟李克强一样 一动 一动 所以就胡锦涛 就今天这个桥段 我觉得 我觉得 习近平 会让胡春华 入场 会让胡春华入场 那么 帝月强 胡春华 我认为没有问题 那剩下呢 就是三个人 争夺两个位置 一个是李强 一个是 不是 李希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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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了 这就是 三六个人 那就剩两个人 争夺一个位置 一个常委的位置 那就是 李强 跟陈敏尔 现在海德外 舆论都说李强 要做总理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咱不知道 这只有习近平知道 李强最大的诟病他 就是今天上海的看病 第二 他做总理的话 他履历上 是极其极其的单薄 因为 这个 从李鹏开始 甚至从华国锋开始 中国历切的总理 都是有副总理 有个副总理的履历的 地方大员做完之后 然后做到副总理 从副总理当总理 华国锋 后来的赵紫阳 到李强 到朱镕基 你包括到温家堡 你包括到李克强 地方工作经验 副总理的工作履历 这是做总理的 应该说是 这个必备的 这样的这个前期履历 但李强没有这样的履历 而相对于李强的胡春华 是完全符合 中国这几十四五十年以来的 这个总理的履历要求 或者说这个惯例 所以呢 我觉得下一任的总理 很可能在胡春华和李强之间产生 而很可能 就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胡春华做总理 然后呢 这个李强做常务副总理 当然了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总体的态势下 这个总理呢 应该说啊 就是个办事人 就是给习近平办事情 那 但是我觉得 很可能是胡春华做总理 李强做副总理 常务副总理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 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习近平说 反正我该破都破了 就让李强做总理 然后让胡春华 做常务副总理 李强你得不配位也好 或者是你财不配位也好 能不配位也好 但是总理得给你 他在事实上 让你做总理 我心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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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把活全给常务副总理干 胡春华继续的 去拉那个墓 去真正的干活的副总理 常务副总理 其实就是事实上工作上 可能更多的就履行总理的职责 也很可能 那么呢 还有谁呢 那就是陈静尔 我说这个政治局常委 这个如果还是七人常委的话 那么的五个人都已经 现在应该说 没有什么可争论 六个人 那六个人已经没什么可争论 现在就剩一个位置 那就是谁 就是李强和陈静尔两个人 看看谁进来了 如果是七人常委的话 那么现在习近平是总书记 我估计赵乐际呢 很可能是做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 而王沪宁可能做全国政协的主席 因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还是挺忙碌的 我估计王沪宁也不太愿意做那局 昨天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所以很可能应该是王沪宁是做这个 政协主席 荣誉性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更多的时间呢 还是搞他的理论 然后呢去指点 帮助这个另外一个政局常委 就是接王沪宁的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这个位置的人 而这个位置的人我想可能就是丁薛祥 丁薛祥是做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不二的人选我觉得 他理论上没有什么更深的理论功底 没关系王沪宁还在 王沪宁就是以政协主席的身份 可以给他提供理论支持 而他更多的把党务替习近平分担过来 就是很多党务的工作交给丁薛祥 常务书记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习近平要是恢复中央主席制 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 就是按照八大的格局的话 习近平如果是毛主席那个局 就中共中央主席的话 丁薛祥事实上就是管中央日常工作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 就当年邓小平那个局 那么你看赵乐际如果做委员长 王沪宁如果做政协主席的话 那么呢 剩下的总理 我说要么胡春华要么李强 中纪委书记李希这个定了 丁薛祥我觉得他做常务书记 有点定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个总理和常务副总理 是在李强和胡春华之间他俩谁当 但陈敏尔这有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李强入常可能性 甚至可能比陈敏尔还要大 为什么呢 因为陈敏尔是搞宣传工作出身的 做报社社长啊 宣传部长啊 我觉得这个常委里的不是特别 急于上了一个搞意识形态的人 因为王沪宁还在嘛 所以可能在李强和陈敏尔争夺最后一个常委 这个位置的时候 很可能李强胜出 当然了 也可能李强真就由于上海的事情 他就没进常委 那么呢 陈敏尔进来的话 也没关系啊 陈敏尔做常福总理 胡春华做总理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一会儿我们继续分享 谢谢大家 明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